大家一直在说的我们长辈很挑食的状况 其实它的原因相当大的部分 是因为它的口牙状况 让它在挑食上面 在选择食物上面有很多的限制 不是年龄让味觉齿断 而是稀有余但力不足 有63.2%的长辈呢 有部分口牙状况是有缺牙的状态 那么其中呢70.6%的长辈 会因为牙齿的状况 还有吞院的问题 在选择食物上面有相当多的限制 于是国家所推出高龄友善饮食环境 鼓励餐饮业者别只顾儿童餐 饮法族掩盖用餐无碍 具体作为包含卫生 用餐环境服务 餐食质地 餐具外带包装六大面相 桃圆的这家高档餐厅 就打破自助餐 基地模式推出破格服务 做一道是奶香起司食酥 我们也是一样用西式的起司酱 然后我们用大白菜 小白菜的叶子 还有红萝卜我们把它切丝 然后长时间的烹调让它软化 牙口不好 未必只能吃绞碎的食物 最大程度保留色香味跟食物原型 至于用餐环境 业者也是尽心尽力 那我们的菜品介绍卡 你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的字体都会大于营运力 另外积少症握力不好的饮法顾客 有轻饮的竹制餐具可以选择 必要时还提供拐杖支撑架 相较肉类 做到入口即化容易 高鲜蔬食难度更上一阶 矛盾的是健康考量 长者更倾向少肉蔬食 于是引发蔬食商机 成为惺惺烂海 刚出炉热腾腾的红黄绿蔬食 还有口感软糯的炙烧茄子 这家蔬食业者以原型食物为号召 秘诀就在当机跟新鲜 我们的食材都会选用最新鲜 然后比较嫩的菜 或者是有颧骨跟筋类的食材 那另外就是有牙口不好的老人家 只要提前让我们知道 或当天点餐前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把它蒸得更软烂一点 你好 师姐 今天你有定位 那因为你是因为稍微需要把食材给 再做分食 所以我们今天有帮你减小一点 好 感恩 谢谢 那我们先来帮你出餐 提前一天来店预约 餐厅会把食物预先减碎 或调整容易入口的配菜 像这位预约消费的81岁老阿嬷 就吃得开开心心 香喷喷 很好啊 她也做得这样也正好 软度 软硬度都不错 从职场退下来 银法族的时间弹性 就是消费实力的一环 再换个方向思考 友善银法的外事环境 无论于国家形象 业者到个人 多方都是银家 大爱新闻 王以千 李俊威 台北报导